第18题下列关于道尔吞人说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道尔吞人的原子说说 东西都是由一些微小不可分割的粒子 称为原子的粒子所组成 所以选项A说物质由原子组成原子不可分割是对的 道尔吞人的原子说说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质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质量 所以选项B说不同元素的原子及质量大都不同也是对的 那么选项诸说化合物是由不同种类的原子 以固定的比例结合而成 这个是化合物的性质 这虽然不是我们一般所教的道尔吞人原子说 但它是对的 那么选项C是错的 道尔吞人原子说提到说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与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没有伴随旧原子的消失与新原子的生成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道尔吞人说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 会伴随着旧原子的消失与新原子的生成 这个是错的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都没有发生改变 对 对 谢谢大家